拿著兩隻粉色雙麒麟過馬路 過程全被錄影拍下來 仔細看男子身穿警察制服 而拍攝的人就是開警車的同事 等一下等一下 可以可以可以 很帥喔 知識買兵卻被民眾發現 人民保姆怎麼帶頭違規穿越馬路 21號下午4點多 兩名員警因為天氣炎熱 想買兵消暑 把影片上傳個人IG 卻被轉發到Dcard上 員警違規行為被開罰500元 公務上是沒有差 如果是買東西的話 就比較不好吧 裁法是一定要裁法 但是我是覺得說不需要去 因為對方的身分去特別放大 本分局以依法開罰 並加強教育員警不可再犯 比起員警開罰 民眾更好奇 他手上這隻 可是最近很難買的草莓優格雙麒麟 粉紅色雙麒麟一圈圈落在餅皮上 吃起來酸酸甜甜 有草莓香和優格甜味 光是看了就讓人少女心噴發 這種賣得很好 賣得很好 對 現在都賣完了 對賣完了 一天可以賣十幾隻 二十幾隻 真的不誇張 全家臉書公告 草莓優格雙麒麟以全數售完 後續口味以各店販售為主 留言區一片網友哀嚎 還沒吃到 之前幸運買到的人 也紛紛秀出雙麒麟本尊照片 而這款雙麒麟18號推出 指定支付結帳可想買一送一 才開賣六天就宣告完售 秒殺速度驚人 想嘗鮮 恐怕得等明年的草莓祭 TVBS和黃建國施行為捷運期 新北市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